我是个农村姑娘,没读多少书,家里条件也一般,但是这样的我,却叫了一个大学生,他家还在城里买了房,我和老公是很偶然的机会相认识的, 那时我还是一个职业顾问,专门卖房子的,而老公恰好要买房,就这样,他成了我的客户,我为他建设了好几处房子,刚开始他要么是对价钱不满意,要么就是楼层采荒什么都不行,一般情况下,面对这么刁钻的客户,我都会直接放弃算了,可也不知怎么的, 我在老公就却不依不饶了一回,硬是忙活了两个月,终于给他找到了一个个方面都合满意的房源,房子的事情解决了,可我们俩的姻缘却因此开始了,老公说特别佩服我的毅力,觉得我是一个脾气好有亲和力的姑娘,想和我交往试试, 他不在乎我的学历家庭背景,说喜欢的就是我这个人,试着和他交往了一段日子,我也喜欢上了老公,他友善尽心,人与阳光开朗,关键是还对我细心挺些,于是,我们正是确定了恋爱关系,半年后,他带我回家见了父母,一开始得知老公要带女孩子回家,公婆是非常高兴的,准备了一大堆好吃好喝的, 可是当了解了我的各方面情况后,我明显感觉到他们有些变化,公婆觉得我配不上老公,想让她找个条件相当的姑娘,但是老公坚持要娶我,任谁说都劝不动,就这样,我们俩还是结婚了,婚后,我辞去了不稳定的工作,啊,现在家做全职太太,婆婆每天什么都不做,洗衣做饭,买菜这些都是我在做, 可她对我还是没有什么好脸色,老公有个妹妹,也是大学毕业,今年已经25岁,可还没有谈朋友,她一直在对外面上班,平日里也不怎么回来,对于公婆而言,最大的心愿,就是她,能早点带个男朋友回家来,我和小姑子的关系还好,主要是不怎么熟,前几天, 她打电话回来说,这个周末,要带男朋友回家,让我们好好准备下,这可把婆婆乐坏了,当即交代,我一定要上心,多做些好吃的菜交代人家,为了表示我对未来妹夫的欢迎,我在厨房忙活的一早上,特意做了十道菜出来,有混有素,不敢说色香味俱全, 但看着着实挺有奈向的,可以说发挥出了我的最佳水平,很快,未来妹夫到了,公婆坐在客厅里和她聊天,她们聊得不亦乐乎,我则是一个人端菜出来摆桌子,当我摆完桌子,正想叫她们过来吃饭,刚好听到婆婆的对那个小伙子说话,婆婆说, 小鱼啊,你想吃什么的话,只管随便说,我家的保姆可能干了,什么菜都会做,你千万不要客气啊,保姆,我们家什么时候请过保姆了,婆婆的话,听得我是正儿和尚摸不着头脑,突然我意识到她说的人就是我,气到不行的我,转身去了餐桌,直接把菜都给倒了,可是倒完我又有些后悔,亲们,你们说,我会不会 我会太小心